第一个你会发现非白色区域的资料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按delete键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会已经保护了 那也就是说将来你这个消货单做完之后 一样可以把就是使用者可以选的部分 是可以让它改变 但是不能让它填的自动带出的 像那个蓝色区域的是自动带出的 你就把它保护起来 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将来使用者就不会乱动 也不会做这个资料错误的输入 所以第一个 那如果待会儿我们要重新再来过 怎么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那个资料保护部分先取消 这个范例党里面已经保护了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在教育 这个教育里面先找到那个取消 取消保护工作表 那因为没有 我这边没有设密码 所以直接取消掉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显示出 有没有 它原来应该要显示 那里面我保护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保护了 这边我要按确定 第一个我保护了里面的资料 第二个我保护里面的公式 所以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如何保护那个你输入的公式被看到 有吗 没有 OK那这一题顺便讲一下 也就是说除了可以保护 有没有 你按delete 不被就是变更之外 第二个也就是说 当人家游标放这边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他会把公式隐藏起来 那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就大概设定一下就好了 OK那所以请各位先把它取消掉 但是取消 还可以设密码 那也可以设密码 不要让人家变更 因为你如果有新人 他到教育取消一下 那假设你没有设定密码 就取消了 但是如果你有设定密码的话 他会跳出请输入密码 那如果你没有输入证券密码的话 一样不能变更 OK所以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个是简单的保护工作表 那跟保护工作部不一样 OK 好那第一个 等一下请各位先把它保护取消 那我们按部就搬来看 第一个的话 当然未来我希望单号可以自动化 也就是要填完之后 他第一个要自动跳出什么 比如说今天的日期 这个都要自动跳出来的 再来就是如果不能自动化的话 尽量让使用者用什么 下拉式清单 OK那下拉式清单 我们按部就搬来看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什么 普通键 极键 最速键 那也就是旁边有一个521 实际上这个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 放到这里有点怪怪的 那这个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再剪下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别的地方 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工作表给它 这工作表也许把这个东西搬到另外 那一样把它做成那个下拉式清单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也许这边叫做 有点 这个是 到过 到过日期好了 假设这个地方 或者你这边可以输入一个叫 叫邮件之类的 反正就是邮寄的那个 一个工作表 给它 然后把刚刚的资料贴上来 但是记得贴在第二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希望 上面还加上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的话呢 给它比如说上面是邮寄的方式 跟到的天数好了 比如这边的话 假设我栏位名称一样叫邮寄 然后这个叫天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下拉清单之后 可以跳出来的话 那并且可以帮我查表 那这个是天数 那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第一个 我下拉清单 那这个地方下拉清单 它本来已经做了 不过我搬译位置 它应该是取消掉了 那怎么做这个下拉清单 资料里面有没有 资料验证 那不过我讲过 资料验证我习惯呢 会先建一个清单 所以请你把邮寄 这个地方 先建一个什么 公式里面呢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它会帮我建立一个什么 邮寄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地方 做成下拉清单的话 很简单吧 到资料验证 资料里面有个资料验证 先把它改成清单 来源的话 请你按F3 找到那个邮寄 按确定 再按确定 有没有 当然这边有做了一个要提示 如果说今天呢 你希望让使用者看到 就是说 到底哪一个选项是几天的话 有一个说明讯息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些 相关的标题跟提示 按确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没点 放在上面 它就提示了 当你选了之后 它会出现 普通键 极键 最初键 那如果说我今天选了 那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日期 就今天日期 再加上呢 普通键的话 是加五天 那也就今天 再加五天 那可是问题 到过日期 应该是 几月 就是五天好了 比如说五天之后 那五天之后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五天之后 是礼拜天 可是礼拜天又没有人上班 但是以这边的逻辑 是会出现 但是是礼拜天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避开六日 或国定假日 对 对 有一个函数 前面好像讲过嘛 那也就这个地方呢 我如果希望 可以避开 而不要是显示 应该是避开这一天 跟这一天 那所以两天之后 应该是 等一二三四 应该是这一天才对 要把这一天搬过来 怎么做 所以这里 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会需要 用两个函数 那这边是用 用V2卡函数去查 所以呢 第一个当然 我一样需要查到几天 所以需要查到几天的话 那我就把 这个范围 先建一个什么 一样 定义一个名称 名称 我叫邮记 邮记已经有了 叫邮记二 好了 这边的话 我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定义这个范围的名称 所以把这个地方选起来 那定义名称有几个方法 直接在这边 或者从哪里呢 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 两个都可以 这边也可以把它贴上 邮记 因为刚刚已经有邮记 我把它邮记二好了 等于是整个范围 或邮记 游记 Table 好像Table 邮记的Table OK 那我这个时候 如何可以 查到 这个日期 当然这个地方有个Veroe凡数 去查到 但是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如何避开六日 前面有讲过 有一个叫 有两个嘛 一个叫Network Day 是总工时 一个叫Work Day 是查到哪一天 不过以这样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是哪一天 所以应该是Work Day 没错 我要怎么避开 那请各位 这个地方先试试看 那其他还有什么 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下拉清单 什么意思呢 客户 编号 让他下拉 自动帮我把这三个讯息 带到前面来 还有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把商品编号 也一样做下拉清单 自动帮我带出序号 跟他的什么呢 相关规格 跟单价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下拉 就是数量可以让你下拉 自动带出小计 你这样不就选选选选 选完 最后呢 有一个订购 有个订购 一个VPA程式 那他可以怎么样 帮你把前的资料 自动呢 也许我等一下 再加一个工作表 自动帮你把 这些相关的资料 记录在销货名系里面 记录下来之后的 回来之后怎么样 把 就是填过资料 再把它清空 把这些都清空 并且 帮你把这个单号 怎么样 再加1 再加1 那这样不就又一个cycle 再填完之后 再订购 再加1 那这样不就是一个 很方便的 一个简单的 一个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 那个 你平常在输入资料 只是说 把原本的纸本 换在Excel里面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做 请各位第一件 先把那个教育里面的 那个保护 先取消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那个 普通件啊 那个邮寄的那个讯息 搬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我这个地方是把它搬到 一个邮寄的一个 那个工作表里面